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认为他的地位不会输过我们之前讲的葛世北哉 歌川广众 歌川国芳 还有岳刚芳年这些人 而且他是我们之前讲的武者会大师 歌川国芳的学生 武产会大师 岳刚芳年的学长 那你知道既然他跟他们两个是师出同门的话 那他一定就是也是一位非常狂的会师了 那么除了这位会师呢 他除了可以画不是会反画的景会之外呢 他也承袭了日本传统守野派的画风 他也非常能够画传统的日本画 像他画的风神雷神也非常的有味道 所以后世的人们也称他为二刀流会师 那么他也非常喜欢画妖怪跟地狱这些场景 所以呢我也称他为地狱会师 那么世人呢称他为画鬼 他就是合国小宅 那他自己长的呢就跟鬼一样 河国小灾呢生于1831年夏种国古河古丁 是今天日本赤城县的一部分 两岁的时候呢有一天啊 突然间呢竟然拿起笔 对着河边的青蛙写生 这让小灾的父母呢大为惊讶 所以在他七岁那一年呢 就将他送到当时已经靠 已经开始靠五者会呢 民政江湖的我们之前讲过的大师 歌川国方的门下学习 那国方呢是算是比较非常开放式的教育 他时常呢带学生出门游玩 然后顺便写生 并教导学生们呢要时时刻刻的 观察生活里的各种细节 像是人打架时的动作跟表情 动物的姿态等等 那也许是国方太强调写生这件事啊 就在小灾在国方门下学习的第二年 小灾呢在河边捡到那个刚被砍下的人头 然后呢还带回家里藏在衣柜里 结果父母发现后啊就非常的惊恐 那小灾呢之后呢就对着这个人头 写生之后就把他水上了 我才很爱画五产会的我们之前讲过的月光方年呢 一定小时候也常干这种事 只是没被发现而已 这也让这个事情发生之后呢 就让小灾的父母开始认为跟着国方学习 会沾染不良的行为 这也让国方感到非常的可惜 因为国方认为小灾的绘画天赋极高 但无论如何呢 这件人头写生事件啊 虽然并不是国方指使的 却也决定让小灾父母呢 不再让小灾跟着国方学习 而是转去呢 当时幕府与皇室宫廷的御用化派 首野派学习 当时带他的首野派会师呢 首先呢是前春洞和 那前春洞和看了小灾的写生绘画技巧 并惊讶到年仅九岁的小灾啊 就已经拥有罕见的绘画能力 并且呢就称他为画鬼 这会让舞者会大师国方 跟长期领导日本主流画派的首野派的会师呢 接连赞赏的天才 已经可想而知他的未来 可惜的是呢 那可惜前春洞和呢才因教导小灾两年就病倒 后来呢小灾又辗转到另一位首野派会师 首野洞白的底下学习 那时间呢就来到了小灾十六岁那一年了 那赤城呢发生了火灾 火灾的地方刚好是鸟殿 那殿主呢就打开鸟笼 让各种鸟类呢从火焰中飞出来 这个画面呢让小灾迷上于是呢他又开始在火灾的现场写声起来 这不就跟我们之前讲的葛事应为一样吗 别人的痛苦啊成为了他们的养分 果然艺术家都有点无情 很快的小灾了只用了九年的时间呢 就从首野洞白底下毕业了 这时候的他年仅十九岁 好动育成之 要知道在江户时代啊 要当上一个合格的会师啊 通常至少得花十年 那我们就来看看小灾这一时期的 也算是他的正式的出道之作吧 叫做必杀门天之徒 那画的是密宗佛教护法神 脚踩鞋轨的一件作品 虽然是首野派画风 却也可以感觉到国方的影子 而且呢在人体的扭动和比例上 已经把握的非常的精准 其他呢他在1860后啊 这时期的首野派画风呢 还有像什么 像是描绘中国道教神话的中旅传道图 以及同样也是中国神话的千牛之女图 那到了1860年代啊 小灾的作品呢开始大量的产出 开始真正的走入了日本 先来看看两件写生老虎的作品 第一件呢是惊喜未见猛虎之生图 如画明啊是过去跟现在都没看过的一种生物 叫老虎 那正在狩猎攻击 不过呢他画的有点像豹啊 说不定真的画的是豹不是老虎 所以才叫惊喜未见的生物嘛 还有达摩土蜘蛛图 还有达摩土蜘蛛图 将妖怪呢跟达摩不倒翁做结合 那这件作品呢是参考了他老师 割穿国防的土蜘蛛公馆作妖图 也是一件妖怪 讽刺华 那他的落款上面就有Bugger的这个字击 到了1864年啊 那正是木默动荡时期 是日本内斗与外国势力企图入侵日本的时代 小斋呢就以此作为题材 便接连的创作了好几件讽刺当时时代氛围的警惠 第一件呢叫蒙古军队退制图 那一艘船呢在海浪中爆炸起火 一旁的海岸呢有着拿着武器的战士 画的就是当年日本连仓时代 在海岸因为神风的帮助 击退了蒙古大军的来袭 比喻当时木默位于九州的长州藩啊 想要推翻幕府 必然会跟蒙古大军一样的下场 小斋这件作品呢 画出海岸陡峭的闲峻感 海浪如刀剑般的锐利 加上散射开来的火焰的描绘方式呢 丰富的色彩 让这件作品极具观赏性 同样的类似的手法跟题材呢 也用在他1874年明治维新之后 那西方势力呢开始进入日本 开始影响了日本 而这次呢他采用了妖怪主题 明镜窝纹新版 画中这个阵战魔镜的呢 是日本传说中非常有名的武士 我一直忘记名字了 而镜子代表的则是日本的大河窝魂 里头呢则是日本最强妖怪 周卫胡 光线呢从镜中射出 下跑右边一大群妖怪 那这一群你仔细看是奇装异服的妖怪啊 代表的则是那些西方国家 那小斋呢用这一件话说明啊 日本不应该轻易的向西洋文化抵头 所以这件作品呢是个讽刺 也是在宣扬他们日本的文化 以及上野山内打入之徒 讲的呢是以明治维新为首的新政府军 打入反抗势力的张仪队 所在的上野山 那新政府军啊用压倒性的火器 西洋来的羊枪嘛 尽快了张仪队的这个场面 后面的火焰呢 跟颜色像不像鬼灭的画风 那当然肯定是鬼灭参考了这些服饰会的画法 还有这件动物拟人警惠啊 风流蛙大核战之徒 看到一群绿色的青蛙呢 正在进攻一群咖啡色的青蛙 绿色的代表的是长州藩 咖啡色则是代表幕府 因为长州藩当时已经先向英国人购买大炮 所以他们的武器叫仙境 他们有大炮 所以代表长州的呢是绿色青蛙 他们这边呢就有用 就有水炮枪 那大家可以理解了 那个水炮枪其实就是火炮的意思 那不愧是国防教出来的学生啊 老师自己喜欢用动物拟人 那身为学生的小斋 那自然也会 还有一件我非常喜欢的妖怪讽事画 那他日文原画名呢是油阔的方言 那反正翻成白话就是请看看我 那可以看到画里呢 有一群努力工作的人 结果有人上面贴满了一个布条 上面写什么 给钱 那再仔细看看画的左边 既然有阎罗王在算迷架给妖怪看的画面 那最右边呢 既然是以大天狗为首的一群妖怪啊 那看起来呢是在嘲笑讽刺这些人 妖怪写满了各种日本的山的名字 意思是什么 意思就是讽刺幕府呢 当时呢乱长物价 米啊 小豆 大豆 油 木材 都变得非常贵 搞得人民呢 鸡飞狗跳啊 所以炎罗王跟妖怪 其实就是指说当时幕府的人 就像这些妖怪一样啊 残忍 血腥 恐怖 不顾百姓疾苦啊 乱长物价 那山呢 代表的则是高涨的物价 高攀不起 那再看看这件 叫做放屁 合战 汇卷 那顾名思义就是一堆人呢 用屁在放屁打仗 那小斋的构图啊 它的方式呢 参考了我们之前看过的鸟兽戏话 那右边呢 一堆人呢 在煮东西 干嘛煮东西 备战啊 为什么叫备战 因为你上场前 你总要 你要放的屁要够强 你吃的东西就要够多够杂嘛 所以就要煮东西备战 先吃啊 吃了之后 你上了场 放的屁才够臭 那够臭才能击败对手嘛 那小斋这件讽刺会卷 应该是日本艺术史上 最搞笑的一件作品了吧 那么和郭小斋啊 在我心里呢 其实是跟葛世北斋 歌川广众 歌川国方 还有岳刚放年呢 是平起平坐的 那今天我所介绍的 他这几件 传统日本首野画派的画的作品 还有服饰会板画景会的作品呢 其实呢 可能连他三分之一的作品都不到 还没有到他真正 我认为最棒最精彩的地方 所以呢 我打算留到下一集 完整的介绍 我所说的那些作品 那么别急 很快我就会上架第二集 那最后呢 如果你喜欢这一支影片的话呢 记得帮我按赞留言 并且分享给其他 你也喜欢艺术的朋友 好吗 那我们下一集见咯 拜拜 by bwd6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